今天是4月6日星期四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香港新聞連線的新聞報導 我是槍槍 彩你都鎖,中凡協議變歷史文件 習近平就搞自主拆封上海主教,無事方制教中 中國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職務員兇十年後 近期由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沈斌接任 根據天主教權威媒體亞洲新聞4月4日報導 天主教上海教區 4月4日舉行主教沈斌的就職儀式 沈斌身兼中國全國政協常委 由他擔任主席的中國天主教主教團 自封為上海教區的主教,沈斌自我認證的行徑 被內地教友看到,撒大個嘴一嘴 中國天主教主教團過去嚴格聽命於中國共產黨 且不曾受到教廷的承認 這行主教任命不但未獲到教宗方制國的同意 教廷更加只是被告知將有新的任命、時間和疫情 都是事後看報紙才知道 中國這方面的做法形同公然撕毀了 2018年中梵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 新聞曝光之後 教廷官方的新聞網站 《環底江新聞》4月4日稍晚跟進證實 教廷發言人布隆尼向記者發表公告表示 教宗方制在幾天前被告知中國當局調任主教的決定 而且是從媒體獲釋4月4日上午舉行就職儀式 但關於方制對事件的評估 布魯尼就說目前我無可奉告 根據亞洲新聞的報導指出 中國自封天主教上海教區的主教 顯示中國官方教會不同意梵底江的選擇 上海教區前主教金魯賢在2013年 逝世教廷原本屬於由金魯賢副理主教的刑文資接任 但刑文資拒絕參與中國官方愛國教會典禮被迫辭職 梵底江的代表就說 這項主教任命是中國單方面的行動 未獲得教宗同意 而且上海天主教社群也對缺乏教宗授權的任命表達悲憤 沈斌現年53歲是江蘇南通海門教區的主教 他在就職時絕口不提教宗 還強調堅決貫徹共產黨指示 堅持宗教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 推動天主教的中國化 根據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4月4日上午通告 天主教上海教區舉行沈斌的主教就職儀式 由上海市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主任 上海市天主教外國會副主任吳建林神父主持 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秘書長楊宇神父宣讀了 該團體將沈斌調任上海教區政權主教的任命書 支持者包括中國天主教外國會主席 北京教區主教李山 以及上海市天主教外國會主任陸蔭明 神父吳建林就代表上海天主教的神職人員和教徒發言 通告指出約200人參加了儀式 包括上海教區全體神父、修女 以及上海市天主教各團體的副秘書長 梵蒂江和中國在2018年簽署了主教任命臨時協議 隨後在2020年10月和2022年10月分別兩度更新延長兩年 次主教在中國教區的新主教 應由梵蒂江和北京當局共同決定 該協議的詳細內容一直沒有公開 不過教宗和教廷高層多次透露 即便該協議允許中國政府任命當地的教區主教 但北京同意被教宗對中國教區的主教任命有最終決定權 但在去年11月針對中國任命彭惠趙神父作為江西教區副理主教 梵蒂江曾發聲明譴責中方違反了協議 表達驚訝和遺憾 彭惠趙的任命是因為受到政府的強力施壓 梵蒂江並不認可江西作為一個教區 該任命不符合2018年達成的對話精神 究竟最終決定權在誰身上呢? 參考另一個案例 過去曾獲得教宗任命為上海副理主教的馬達任神父 因為在祝聖典禮上公然辭去中國天主教外國會的職務 激怒了中國官方教會體系一度被消失 馬達任在2012年被軟禁在蛇山修院 禁止行使職權 連兩位小小的前主教的葬禮都不能參與 即使2016年後回到外國教會 也無法恢復主教的職務 持續被中國天主教外國會限制他的職權 播錯國歌事件 冰球隊隊員說 史上最佳成績被轉移焦點 懲罰兵協有如打自己人出口氣 早前在國際冰球錦標賽的播錯國歌事件 港協旗奧委會已經啟動了暫停香港冰球協會的會員資格程序 今天冰球隊隊員顏卓朗接受電台訪問時說 事件責任應該在主辦方形容懲罰兵協等於打自己人出口氣 不僅無事運動員的努力還會影響香港冰球的發展 顏卓朗說這次比賽港隊創歷史佳職獲得第三名 對於多名資深球員來說 他們面對工作和家庭壓力這次可能是最後的比賽意義重大 不過港協旗奧委會並未對這個成績任何肯定 公眾關注的焦點就集中在播放各個錯誤的身上 對於香港隊的佳職和球員的經歷毫無關注 令他感到錯愕 有消息指港協中有人說 香港冰球隊參加的級別只有4-6隊參賽 這次在陸隊中取得第三 成績有甚麼厲害呢 對此顏卓朗表示說法荒謬 他指出香港隊的佳職來自多年的努力和訓練 對方抹殺了球員的付出 質疑他們是否真心支持香港運動 還擔心政府未來可能削減對兵協的資助 影響訓練令球隊的質素落後 顏卓朗表示球隊在細錦賽經歷一些波折 有多名球員身體不惜 領隊、關院而在照顧球員的同時 還需要與國際兵聯開會 壓力十分沉重 而國際兵聯就表示已展開調查 會見了賽事組委和工作人員 和所有的義工 調查結果顯示事件屬於無心之失 主辦方和香港隊並非蓄意 國際兵聯確認香港隊在事件上發生 做出了正確的回應 錯誤的音樂播放了幾秒鐘就立即停止 隨後播出正確的中國國歌 國際兵聯就說 組委會主席和秘書長 以及國際兵聯錦表賽主席 在賽後會議上承認是主辦方錯誤 已向港隊代表正式道歉 但對於香港兵協可能被港協旗委會暫停 會員資格的影響 以及賽前未與香港兵協核對國歌 國際兵聯就未再回應 各位網友 笑貓貓又開團 今期我們找到一些新東西 跟大家介紹一下 阿媽的珍藏組合 是台南隱藏版的正豆手信 有日式梅花型的豆太郎最終餅 以及夏威夷果人黑朱古力餅 兩種口味一次過帶回家 還有打卡奶酥 堅持一滴水都沒有加 酥脆感覺夠特別 接著還有水筋肉乾 用豬頸肉和豬後腿肉製造 曾經被多間傳媒訪問 最後就是 鴿崩紅鮮油脆片 很脆 吃到停不住口 一盒就有五大包 很適合吃 除了新東西之外 沒有重電經典原味肉鬆餅 上次開團 也有很多網友說很好吃 今次我們也特別再開團 分享給大家 全部食品 都可以在 小貓貓貓貓館網站選購 注意節單日期是4月7日 要買就要快啦 喵 veg支持 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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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